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繼續跟大家講娛樂新聞 跟進回雞排妹那件事 台灣的澤南女神雞排妹鄭家純 日前在facebook自爆出席美牙活動時 被老闆用言語性騷擾 以及被同場演出的台語歌王翁立友 而是摸他的屁股 事件激發連場討論 翁立友所屬的豪記唱片 今天在台灣舉行記者會 但事前強調 相關事宜目前已經進入司法程座 恕不接受題問 這麼有趣 開記者會就不接受題問 有趣有趣 昨晚雞排妹在facebook留言 請問可以邀請我去明天記者會嗎 不過唱片公司那邊有回應 只接受受邀媒體 即是聘請這個受邀媒體 這個記者會原定會在今天下午2點 在台灣喜萊登酒店舉行 根據台灣的蘋果新聞網報導 表明一定會去現場的雞排妹到達會場之後引發騷亂 雞排妹未有回應現場記者提問 只是在會場拿電話出來開直播 這個翁立友的經理人在台上說 不好意思啊鄭小姐 我現在就是懷胎9月的孕婦 現場這樣我就來暈了 請你體諒我是一名員工 哎呀這麼慘啊 懷胎9月就來暈了 有沒有看醫生啊 看看醫生穩陣 小朋友的事無辜 這些事可大可小 雞排妹依舊坐在原位開直播 沒有任何回應 雙方僵持不下 這個翁立友的經理人 見到雞排妹未有離開的打算 隨即又再說 今天是記者會 不是公審會 如果鄭小姐有需要 我們可以再摘旗 期後就有現場工作人員大叫 哎呀不要為難大妻婆啊 不要那麼狠心啊 多謝啊 這樣說 啊幾有趣啊 大妻婆 OK 那要說下去 雞排妹終於開刊 表示自己是當時人 而不是閒閘人等 就說想聽一下翁立友 怎麼回應 就說要等記者會開始 想大約43分鐘左右 豪記唱片就表示 聲明會改為網上直播 噢這麼有趣啊 本身就想搞記者會 見到雞排妹在這裡 搞網上直播 哼有趣啊 於是雞排妹就不如有詐 隨後就離職啊 怎知翁立友 立即就現身開記者會 那雞排妹呢 收到消息的時候 就已經是立即截犯了 但是就被大會 拒之門外 即是調虎離山計啦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哼 不得了啊 穿著白色西裝的這個 慈悲無敵翁立友 在這個律師 江家雲陪同之下出席 翁立友就表示 我不是躲起來 我只是很無奈思考性騷擾 你說什麼話啊 屌你老母 有什麼好思考啊 你這樣也不是躲起來 屌你老母 臭氣 你這樣也不是躲起來 不要緊 繼續說下去 我是一個受害人 為什麼我要來解釋這件事 這件事是開端引起的 不是我 從頭到尾都不是我 但是就變成是他來面對 這件事呢 他從頭都沒想過的 就說整個性騷擾 這個名詞 他已經深深地思維過了 就深深地思維過 令他非常之痛苦 那就對質一下咯 一時又改了網上直播 人家跑掉了 立即回來開 幹嘛懶惰啊 兄弟你 然後翁立友呢 又嘆氣說 他是一個單純的藝術表演者 就說這一份是他的工作 就說他熱愛他的工作 但是現在整個東西都變了 就說想哭啊 就連想哭的空間都沒有 這件事發生了 他媽媽就很擔心他 擔心到每一天都在哭 令到他非常之不捨啊 又說他想要發洩情緒啊 就跟大家說他沒有做過什麼事啊 就說為什麼會有人說他做這件事啊 就這麼不堪啊 本來以為呢 讓一些有智慧的人來判毒 但是呢 又不行啊 到最後呢 他連自殺的權利都沒有 他說他有想過自殺 但是呢 為什麼沒有這個權利呢 這樣呢 那跟著呢 翁立友又再說啦 他又說呢 他想起這個軟靈欲留給世人最後的遺言 就人言可惟的可怕和恐怖呢 他心心心體會到 現在就 就說他是幾個無助幾個無奈 現在呢 唯一的權利呢 還有呢 他想都不能夠做的那件事情 因為呢 如果做了這件事的話呢 他翁立友這個名呢 就是不會清清白白的啦 如果呢 他自殺的話呢 他媽媽啊那些呢 這一世都抬尾頭啦 所以呢 他不會自殺啦 都沒有權利做這件事啦 他現在唯一擁有的權利呢 就是希望這件事啦 發生不愉快的人呢 就求求你們啦 提告啦 叫人家告他啊 就說呢 他沒有權利呢 要求他跟他道歉 但是呢 他有權利請求他 一定要告他啊 還一個清白啊 嘩 你說的到這麼有型 為什麼你不出來面對他呢 這麼有趣的這傢伙 屌你老母 很臭氣啊 這麼有型啊 屌你人家來呢 他又說 在網上直播 人家一走啦 他又走出來 開記者會 在那裡說 屌你老母 這些垃圾來的啦 這個屌人又再說啦 他又說啦 他有他的夢想 希望呢 可以令到他媽媽 這一世過著阿敏的日子 這個就是他那個夢想啦 都是一些廢話啦 又什麼 又是他的兒子 小孩子 知道他是清清白白啊 又說自己是受害者啊 總之那些廢話都叫人家告咎他啦 就說什麼 叫人家用心去思考他自己是受害人啊 哦 這樣 行啦 然後呢 那些垃圾律師啊 那些又在那裡說啦 為了股東的權利啊 透過司法還原真相 都是那些廢話啦 好啦 然後呢 問題又來了 然後呢 事實上 記者會呢 記者會呢 開了沒多久呢 雞扒妹呢 已經截犯現場的啦 但是你們飯店的保安人員 就攔截他 不能讓他進去 他知門外將他 OK 那本來呢 雞扒妹呢 是有些說話呢 想是跟翁立友講的 人已經在門口了 就打算是跟他對質的 但是呢 翁立友呢 知道了之後呢 就馬上說完廢話就走了 那雞扒妹呢 打算去截他 但是就截不到啦 吵你老母 臭屑這個 翁立友是吵家產來的啦 吵你老母 那講完一件事先 那雞扒妹見不到他嘛 那我就很生氣啦 那呢 這傢伙就說 剛剛才的 翁立友 他說自己吵你什麼受害人 他根本就是家害人 雞扒妹就說啦 今天跟他同一個場合 但是他都不敢出來 今天聽不到他講什麼 為什麼翁立友不敢跟雞扒妹見面呢 就說 為什麼不敢跟他對話 就是雞扒妹問 為什麼翁立友不敢跟他對話 就說他人在這裡啦 為什麼你要離開 為什麼要逃跑 為什麼不出來大家講 還有 如果豪記 就是這間什麼唱片公司 一路說有片的嘛 那為什麼不播片 就是播片嘛 屌你老母 為什麼不播片 是不是因為怕拿到片出來 就知道 這傢伙真的改了歌詞 又說要為他開間公司的廢話 OK 好傢伙奇怪 這件事 本身呢 我一路看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口同鼻爭的 一個死口說自己 是有被人非禮 另外一個就說自己死口說沒有非禮 其實看片呢 應該是最好的 大家查清楚 搞清楚這件事對大家都好 這樣爭來爭去沒有意思 就知道是不是看片 有片的 是嗎 再不是 當免對摘都可以 為什麼你要避 你避什麼 人家專門來對摘 跟你對摘 你不肯面對別人 左閃右鼻 找個大兔破出來 當你就是含家產 你老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 為什麼你要避 你避什麼 很簡單 一個邏輯來的 就是這樣說 你套你自己的心裏 例如大家都是男人 我又是男人 你又是男人 如果有一條女兒跟我說 吊你老母 臭屁 說我非禮她 我摸她屁股 我沒有做過 我害怕什麼 我被什麼 我沒有做過 跟她對摘 說真的 有條女兒說我摸她 我一定 跟她對摘 我沒有做過 你摸我 我一定只拿著女兒的頭來吊 吊你 狗血淋頭 沒有摸過你 你摸過你 我被你 你摸我 你摸我 我摸你老母 但是你那個雍立友 你摸你老母 逃跑 還要講大話 你摸你老母 這頭就說網上直播 耍人 轉個頭就走出來 跟著那些人家產博 我就攔著雞排妹 做什麼 你摸我 你摸你老母 為什麼不敢面對她 如果你說到什麼 慈悲無敵 這麼清清八八的 你為什麼要逃避雞排妹 你摸你老母 不需要爭論多,不需要說那麼多,有時複雜,為什麼你要逃避他? 還有為什麼不肯播片,你那間唱片公司做什麼? 你又不要仇氣 你播來,大家也不要看看是不是 如果你說不是的,原來雞胖妹真是勾說的 或者是誤會的 那就搞清楚這件事 但你現在不是的 你現在又不能播 然後別人來跟你對質 你又不能對 你又想到逃跑,說謊 現在幹什麼?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摸他 但我看你的行徑相當可疑 你的行徑很奇怪 你的動作很奇怪 我剛才也說過 譬如我假設,現在有女兒 說阿澤摸夠的屁股 很慘,被人非禮 第一,有沒有片 如果有片,我一定會播片 證明自己清白 這是很需要的,很肯定的 如果女兒說我摸夠她 而我有片的話,我一定會播出來 我沒有摸你 我屌你,想到隔幾個身位 我怎麼非禮你 第一,證明自己清白 第二,如果女兒屁股我 我還要跟我對摸她 我一定屌你跟她對摸 這麼多鏡頭拍著我,我一定只屌你 屌你到狗血臨頭 你有沒有摸她屁股 我非禮 屌你有沒有 我不想屌你到她爆 為什麼你避 你避什麼 這位男事主 是做什麼 為什麼連見雞胖妹對摸下都不夠膽呢 真的有趣 我不是說你一定有做 但是你很懶惰鬼 很懶惰奇怪 看看接下來這件事怎麼發展 這些都是我的揣測 先戴上我的頭盔 這些是揣測 因為我推斷她 這個人是很奇怪 因為我剛才再重複一次 因為你正常去想 如果你是沒有做過 你怕什麼對摸 如果你是沒有做過 你需要找個大妻子出來擋 找你懷胎九月的經理人 出來幫你擋 你有沒有廉恥啊 你 男人啊 是垃圾 就算你沒有人摸她 你都是一個垃圾 你都是一個廢物 你找大妻子擋在前面的廢物 你不要臭氣 今天講到這裡 有什麼特別 那這樣照舊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